嗨宝宝们 可能一开始你们会觉得有点惊讶 为什么一个美食主播 然后突然做了淘宝衣服店的推荐 然后其实是这样的 然后从我做视频一直到现在 然后一直有很多私信都在问我 阿爸阿爸阿爸你的衣服在哪里买的 阿爸阿爸你听不听到胖胖新人呢 衣服店有哪些啊 你求发地址 然后其实我也一直 每个私信我都有回复 然后每个私信我都有复制粘贴那个地址 然后我就想做一期这个胖胖新人的推荐 这样以后大家再问我的话 直接来看这个视频就OK啦 然后又说 然后我今天太激动了 然后第一次录这种类型的视频 所有的都不是赞助 也不是广告 全部都是我这几年自己买过的一些店 然后觉得很好看 然后买过的一些店 然后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这期会讲的话特别多 如果不喜欢听废话的话 赶紧插掉这个视频 因为我会讲很多很多的话 因为毕竟推荐一些店铺 你们可能就会去买嘛 然后我要对你们去买这些衣服 做到一些责任吧 我觉得 所以在介绍这些店的话 我一定会说很多话 不喜欢听讲话的人 或者不喜欢听啰嗦 讲话的人赶紧关掉 我不想听到你看到你的弹幕 知道吗 然后我先讲的第一家店 是这个 不好意思 我有写这个备忘物 因为要说太多了 讲的第一家店 是MJJ和那个蒜泥的 我会把这个图片放到这边 然后就是 我在他们家买的最多就是裤子 就他们家就是比较 比较走那种寒风吧 然后也比较个性 他们两家店的店主 都是互相认识的 都是朋友 他们的衣服 我怀疑都是在一个工厂做的 因为很多款式都会撞 好打劲 然后我买的最多裤子 给你们看一下 第一条裤子就是这样的 就它下面会有这些 这种就是 就算是一条那种 扩腿裤吧 就是比较宽的那种扭蛋裤 然后大概是八九分 这样的 然后第二条呢 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直筒裤 就它下面的裤腿 是这样的 这样子 然后它侧面 就是这种深色的 就我 我特别喜欢买 他们这两家裤子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裤子 做的都特别有个性 然后 这个裤子也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一个那种 类似阔腿裤那种 然后就是这种的 然后我一般穿这种裤子的话 我上面都会搭那种 就是比较简洁的这种 T恤衫 就这种 这种粉色的 或者是这种 白色的 然后 白色的 然后下面再穿一个 这个 这种裤子 这样的 然后这样就 比较日常吧 也比较简单 其实我最喜欢穿的 就是上面T恤衫 下面的裤子 他们两家店 我都买过很多次 然后我觉得风格呢 是比较走那种 学生风格的 然后下一个呢 我想讲那个 一家叫橘熊的 那个淘宝店 它是我就是进入淘宝 最早的一家 就是最早买衣服的一家店 它家呢 就是衣服种类特别多 就上新也很快 然后上新的款式也很多 就 但是质量呢 就是稍微 就质量稍微差一点 就有时候 有些衣服就感觉那种线头啊 或者是那种 衣服就摸得出来 有一点差这样 但是他们家的款式 特别特别多 就它是我所有店铺域当中 款式最多的 然后它每次上新也很多 然后给你们看 这就是我上次买的一件 是这样子的 然后是一件绿色的 我有视频也穿过 然后就 那些视频应该是叫 那个什么深圳一粉店 哦不不不 不是那些 就是反正有一个视频 是穿过这个衣服的 然后它 我买的那件是这种绿色的 然后是有点那种鸡皮的 然后里面这个黑色是 优衣裤的 然后是我自己搭的 然后这样子 然后背面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样子 其实里面也可以穿那种 白色的那种短袖 之类的 然后它的衣服 我是这几年买了很多 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桃果店 我就是买过 买他们这一家 然后再讲 下一家店呢 是叫这个提提大马女装工作室 然后这家店呢 就是说比较偏密的职场 清熟 比较成熟一点的那种 走 他们家走的这种路线 就是这种路线 但我觉得他们家的款式呢 就比较 比较 很像那种大牌 简约 有设计感 就比较高级 然后我个人觉得 你们不要吐槽什么 所有东西都是我个人觉得 我特别怕你们弹幕吐槽我真的 就我觉得他们家品牌啊 或者是他们家这个整个设计 就是比较走那种高端路线 他们家拍照风格呢 也是比较走那种 就是性冷淡路线 我很喜欢这家店的这种风格 因为我已经工作有四年了 就这家店我买过 这家店的质量是很可以的 就这样 这家店质量很好 虽然它价格偏贵 但是它质量也摆在那里 然后它的设计理念啊 设计款式 就是不容易出去被撞山的那种 我感觉啊 我自我感觉 是这样的 下一个给你们讲的呢 是一家非常酷炫的 一个一家店 叫这个铅笔小新 他们家的衣服 80% 90% 全部都是黑色的 但是它重在那种设计 就是剪裁 或者是那个款式 但它大部分都是走一个黑色主题的 我觉得这家店特别酷炫 然后每次你看店家 就这个图片上模特就是店主 就他店主 他每次拍的那个照片 就非常那种社会节啊 社会大哥那种感觉很酷 然后但是相对就是 他也是走一个就可能比较 比较年龄比较大一点的那种路线吧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酷炫这种风格的 然后每次我看这个店主拍的这个图片 我会忍不住的就想去买这个衣服 然后他们家店的质量也是很好的 因为你看嘛 这个价格也摆在那里 是不是 我就是 我听过很多人抱怨这家店说什么 店主怎么都是黑色的呀 但是他整个这家店的这个理念 风格就这样的 我很喜欢 然后他们家做的那种 就是说那种设计 就觉得很有个性 很独特 那种 下一个店是讲那个 Elin 我不知道我英文有没有读对 就是Elin定制 然后这家店也是一家很老的店了 我记得我 很多年前就已经关注了 他们家也经历了一个就是风格 风格改变吧 一开始他并不是走这种酷炫的路线 可能走的是比较那种大中风啊 谁都喜欢穿的那种 那种大街上都有的那种款式吧 然后近几年他慢慢在转变 然后也是走向这种比较酷炫的风格 我记得我有一期去一粉店吃 一粉那一期的外套 我穿的就是这样 给你们看见 这是我双十一买的 然后他这里是这样子的 然后侧面 然后背面就是这样的 就连双十一打折的时候 就那时候特别便宜 然后我就抢了这件 他们家也是 我觉得这一家和上一家风格有点像 但是我觉得还是小新 千米小新那家做的更独特一点 我自我感觉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们会把这 全部那些模特图案都定在这里 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私信发给我 然后我只要看到我都会回来 然后下一个讲的是模拟卡家 他们家也是就是 他这家就没那么酷炫了 就是感觉学生党啊 或者是上班族啊 然后都会买的一家店 然后我最近刚刚买到 他们的那个新出的一个款 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防 就等于说是一个防晒衫吧 然后很长 然后可能是到我的那个小腿那里了 然后我是准备这样的 因为我买了这个 然后我准备搭这个 下面这个裙子 然后上面再穿一个白色的背心吧 你看 然后这个是我也是去年冬天 买的一个 就是它侧面是这样的 然后前面是这样子的 裙子就比较职场一点 我觉得 他们家的衣服质量都都很可以 他们家也是也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你听他们这个名字摩尼卡 他们之前的整个那个品牌呢 是走一个就是 比较土一点的吧 之前他们家的衣服都是那种 什么大红大约 然后感觉是三四十岁的人 穿的那种衣服 然后就是从前年 还是去年开始 慢慢走向这种年轻啊 这种路线 然后模特啊 风格啊 拍摄手法啊 就感觉好像这个店 卖给别人做了一样 那种 但具体我不懂 反正就是他们家 他们家衣服质量 一直都是在线的 然后现在的款式做的 也是越来越好看的 然后他们家也经常会搞一些 那种什么打折活动啊 那我一般都是在什么 打折活动的时候买的 然后再讲下一家 下一家讲的是一个 可爱学生风的一个衣服店 然后是叫夏大大 他们家的衣服 一直都是走一个那种学生 学生风 然后价格也是很便宜 都是基本上都是 五十多四十多 有时候打折二三十都有的 而且他们这家店经常打折 就经常搞那种什么促销 或者什么新品折扣 什么什么那种折扣 他们家店呢 我是我是有时候 就我买衣服就分阶段了嘛 可能我现阶段我不想买那种可爱风的衣服了 然后我现阶段就喜欢那种酷炫风 什么的 然后他们家衣服 我早期买过买过几件 也是那种比较可爱的 夏天那种清新风 小可爱小仙女那种 他们家衣服的质量也是在线的 其实我分享这几家店的质量都不差的 就是你多少钱就是多少质量 对等的 就没有说那种什么不对等 跟价格相比质量不对的那种 我基本都不会拿来推荐 就这样的 然后他们家衣服 我就是就说你可能学生会买的比较多吧 嗯这样吧 下一个讲的是呢 是那个蓝调大马和堂吉 他们两家店铺呢 这两个店主又是相互认识的好朋友的 工厂也 也是同一家吧 我是这样觉得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赚款 你知道吧 就是一个款是两家店都在买的那种 然后你看他们这个照片这种风格 让他们走这种 有点日系的那种甜美风 我是这样子觉得 我个人这样觉得 然后嗯 我觉得我话说好多 只买过一次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衣服都主打那种 我觉得我当时买的是一个这样的 我找不到了突然 就是那种绑带的 然后位移红色的那种 还质量还行吧 但我觉得他们家衣服有些些偏贵 但他们家的设计都是很好看 他们家的质量也没有说特别差 或者什么 我觉得都和那个价格做 就是对等的吧 嗯 然后就快到尾声了吧 然后我特别不喜欢这个视频会有什么私逼啊什么 哎呀好丑啊 好难看啊 你为什么介绍这些就你不喜欢你就可以插掉我不喜欢看到这些弹幕真的就呃 如果有什么建议就你可以好好的说话 好好的就是好好的交流不不必要来就是说一些什么讽刺啊或者酸什么的嗯 然后影战的我会直接举报或者什么的 还有再一个就是其实这些衣服店我收藏有五十几家吧 然后我想这个一个视频讲不完呀 我就先讲十家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就留言给我 然后嗯 不想看的话我就不做第二节就做这一节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期就这个视频会不会有人看 因为我第一次投稿这种时尚区的应该是时尚区吧还是生活区 嗯 然后我就希望大家能开开心心的看这个视频 然后开开心心的对待这些事情 然后希望不要就我就不希望大家就是太自卑或者是怎么样的 然后反正就是健康减肥 不要不要太结实 或者怎么的嗯 然后希望大家有个开心美好的一天 嗯 然后我们这期就这样了 拜拜 嗯 嗯